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 我們先來看到 前立委 孫大謙委員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王上至上之歌 思敏好 郭仁波大家好 直線媒體人華乾哥好 思敏好 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俄乌戰場的第一線情報提供給您 現在看到的是烏克蘭的攻勢 11月9號這一天 對俄羅斯境內發射了 一共是6枚的 這個是美國才剛解禁的 美智長城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ATA-CAMS 我們來看到6枚的這個擊中率的部分 現在看到確實 其中一枚已經擊中了 俄軍一處的軍火戰 而另外5枚的部分 則是被俄羅斯的防空系統 給攔截了下來 那剛剛提到 這一枚被擊中的軍火戰的部分 它在距離俄乌邊境的地區 只有115公里而已 那麼它是在俄羅斯境內一個地方 Briensk地區的這個卡拉切夫線 距離庫斯克也非常的近 只有190公里左右的一個距離 我們來看到是在 物軍不斷的步步的進逼之下 俄羅斯方面則是有哪一些反制 我們來看到現在普丁的最新動作 他簽署了法令 保留的是如果 烏克蘭以西方常規武器 來攻擊俄羅斯的話 對俄羅斯的主權造成極度威脅的時候 他說俄羅斯接下來就可以核武 來做相關的回應 另外克公現在也證實了 確實現在已經完成了另外一個法案 就是核理論的修改草案 我們來看到這個條文 規範了俄羅斯使用核武的規則 必要的時候他說還會正式的實施在戰場當中 另外俄羅斯也已經開始量產 它的移動式的防空避難所了 為的就是針對這個核爆的衝擊 所會產生的包括了它的輻射來做防治 再來看到在美國解禁之後 其他國家是否跟進也備受關注 用武器攻擊俄羅斯 到底哪一些國家可能會真的跟著這麼做 現在來看到是英國跟法國的部分 先前他們提供捐贈給烏克蘭的暴風影巡翼飛彈 用來打擊俄羅斯本土 有沒有可能真的用上呢 來自於媒體做的報導 看到各個國家的態度 首先是英國的部分 英國說他還沒有收到美國的正式指示 而法國的部分 總統馬克宏說 華府做的是明確的決定 不過德國的部分 態度就是相對的強硬了 政府發言人說 德國不會向烏克蘭提供它的金牛座的巡航導彈 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烏克蘭如何看 這個他突然間 可以用這個ATS CAMS來攻擊俄羅斯境內了 根據俄羅斯的新核武理論 烏克蘭使用它的西方非核武的飛彈 攻擊俄羅斯 它可以招致核回應的 如果世界都論定了 普丁只是指老虎 不會真的發動核衝突的話 那莫斯科接下來要維持 他的威者力 他到底該怎麼做 委員如何解讀 看到在11月19日 烏克蘭用長城飛彈來攻擊俄羅斯的時候 其實我心中只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我認為 在人類本世紀 最大的兩個爛人政治家 一個就是拜登 另外一個就是走人司機 他們兩個的所作所為 為了自己的盤算 完全極有可能 把人類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甚至直接就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那麼就拜登來說 他當然是一個老模生算的老狐狸 他有他的盤算 他的盤算是什麼 第一 他不希望讓川普這麼容易地解決俄乌戰爭 如果川普一上任 俄乌戰爭馬上就迎刃而解 這對川普來說是個大家分 而拜登不願意見到這件事 所以拜登一旦同意烏克蘭采取所謂長城飛彈攻擊俄羅斯的時候 這場戰爭在未來的兩個月可能就陷入了另外一個局面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說等川普1月26號就任 然後他才要來解決的時候 恐怕就已經不是川普能夠應付的狀況了 第二個拜登的盤算是認為 反正後果不是他承受啊 大家想想看 今天俄羅斯如果真的要採取了這個核反應 做戰術核武好了 他的第一個選擇可能是烏克蘭 他第二個選擇是歐洲 他第三個選擇才打到美國去 所以對美國來講干他家何事啊 反正這個利益他拿了 出了事的是烏克蘭去扛 是歐洲去扛啊 所以我看到馬克宏的魂影我都快笑死了 那法國怎麼會有馬克宏這種250的政治家呢 就是這些政治家所做的這些選擇跟決定 你就會把整個歐洲推向戰火的 到底干你什麼事啊 這明明是拜登自己做的決定 你就讓拜登自己去承受就好了 那麼第三個對這個拜登的盤算是認為 他覺得普丁可能是紫勞火 他在測試普丁的這個忍耐的底線 因為目前為止美國所提供給烏克蘭的這些長城飛彈 他的射程是有限的 雖然叫做長城不過沒那麼長城 所以他能夠打到的這個俄羅斯境內 事實上對俄羅斯真正重要的軍事設施的威脅是極為有限 特別是現在這個俄羅斯的戰鬥機的這些基地 其實都是在這個飛彈射程之外的 所以呢 美國就認為說我現在同意烏克蘭幹了這件事呢 也許你普丁會忍下來 因為其實也沒打到你什麼重要的東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我就可以繼續的來踩這條紅線 繼續的把你普丁逼到牆角嘛 所以其實拜登所打的算盤 完全無故於烏克蘭人民的安全 也完全無故於歐洲的安全 更不要講說完全無故於地球上所有人類 莫名其妙的要去面對一場第三四季大戰的問題啊 所以剛剛委員幫我們看到這個拜登他的態度堅決 不過其他的國家 尤其是英法現在看起來是有可能在跟進的 那只有德國的部分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堅決反對 要提供他們的這個武器 那請教上司哥如何看 接下來英法德會怎麼做在武器方面 那如果他們真的做出了一些比較大的動作 俄羅斯會強打這些國家嗎 首先現在有關於那個美國能夠 美國方面能夠讓烏克蘭用的武器其實還是有限 這些飛彈它沒有辦法無止境供應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媒體當中 大家都在看這個暴風引飛彈 法國現在很可能會提供數十枚 主要就是說 首先看這個暴風引飛彈 這個飛彈是這樣子 它是掛載在空中或者是在船艦進行的時候 它可以發射的 所以攻擊性的飛彈 但是你說很厲害嗎 大概0.8馬赫 射程大概250公里 所以它基本上是有攻擊力道 但是跟我們剛剛前面 當然你這邊提到的 包括德國的金牛座 巡弋飛彈來種 還是有一點差距 金牛座是更厲害的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各國當中不太一樣 難以想像的部分就是說 法國作為過去那麼不跟隨美國 法國那麼多外交政策 甚至早期在烏克蘭戰爭當中 是非常有所保留的 只不過就是說 馬克宏後來跟普丁 當然是大家就鬧翻了的時候 特別對於和平方案 所以你就看到法國現在怎麼回事 怎麼會對美國當中一步一驅 而且主要最低級的部分 馬克宏後來讚美 拜登說他做這個部分 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 明智的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難想像 但我們相信各國可以看到 完全不一致 就如同剛剛提到的 除了烏克蘭戰爭 接下來不論有沒有核彈 真正巨大的威脅其實是北約 首先我們看一下最近 真的是在瑞典跟芬蘭 都在舉行軍事演習 還有防空演習 各位 我在瑞典的朋友 就告訴我說他們現在被發了 每個人都被通知電子檔 手上都發了那個 防空逃難的那個新手冊 我還叫他發給我 就我要看一下可不可以 我們以後自己台灣也可以用 就說他們現在已經也在進行 就是說你看歐洲整個氛圍 其實是緊張的 來看 剛剛講英國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 它是不是在等美國的部分的看法 看起來 但是英國 以英國跟法國這個速度 就表示英國其實有所保留的 我們看到同樣有這個暴風引飛彈的 其實還有義大利 因為這暴風引飛彈 它也是歐洲的NBDA 這家公司做的 也就是它在歐洲生產的 在歐洲方面其實很熟悉 而且可以套用來套用去 義大利也說不提供 義大利很保留 德國現在看起來是最保留的 我認為現在大家在觀察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拜登允許這件事情 究竟對於烏克蘭的戰爭這件事情的後座力 兩個月真的可以變 哇很大 也可以到走向極端 但是大家就在當先前所有的歐洲北約國家 都在等就是看接下來就是川普了 大家都在準備要應付川普 可是現在拜登最後回馬牆來這麼一招 他們現在其實都是各自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所以他們有統一口徑 而且目前滿重要的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你沒有聽到北歐或者是歐盟方面 開始召集起來研究一個北約跟歐盟的共同態度 現在看起來是因為很緊急 所以大家是零星破碎的 每個國家就各自的國家利益部分在做評估 所以看起來我認為是整個部分的發展上 德國已經很明顯了 他一定會保守到底 看起來一定是這樣子 他不會捲入這場紛爭了 而現在德國內部本身的選舉的部分的麻煩之處 在野黨部分其實是很強烈要參與烏克蘭戰爭的 所以這就使得現在德國自己本身消失的部分的保守度更高 所以我們現在看待不只是這個軍事運動 每一個現在在烏克蘭戰爭接下來要被捲進去的 有沒有現在內部包括選舉包括政黨的衝突 那麼這個部分肯定會拉扯到各國內部的決定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國家現在各國的口徑不太一樣 但是絕對來說整體來說整體的氛圍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接下來這場戰爭怎麼演進 我們也會持續來看到接下來普丁會怎麼做 然後我們也等一下來看看現在歐洲國家各國領導人又怎麼說 先來看到路透社的報導說是來自於全球安全智庫 這位研究員他是新資 他根據了幾份資料來做一個統整 首先是俄國媒體 另外他還根據了這個冷戰時期 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文件還有衛星影像來做一個分析 他認為說俄羅斯現在呢正在對他的固態燃料飛彈引擎的 五座設施來進行大規模的擴建 這就代表了克工他現在呢會來大幅提升他的飛彈產量 也就是說這個戰士可能會持續的推進下去 另外最重點來了還有就是外援的部分 北韓他提供他的兵力目前已經達到一萬多名 這是來自於美國情報單位的分析 那接下來還有可能提供的是十萬大兵哦 說會以分批的方式來補充前線的兵力和烏克來作戰 我們現在來看到上述的兩個報導 再加上剛剛我們不是提到了嗎 俄羅斯他現在其實正在自建的就是他的避難所 防他的那個核外泄等等 那華乾哥怎麼看 離這個川普正式上來兩個月的時間而已了 川普說他要馬上的終結戰爭 現在看起來還有可能嗎 俄羅斯他正在不斷的推進戰士 你怎麼看 叫你不要打到俄羅斯軍內 你真的打進去了 這個就是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底線 你打進來的話俄羅斯我跟你講 至少面子要顧一下對不對 六枚ATA CMS打進來 現在只有一個報告 打中一個軍火戰 那俄羅斯的防空系統不是很高效嗎 攔截下了五枚 拜託我要再提醒各位 一枚陸軍戰術飛彈要價一百萬美元 那是美國賣給烏克蘭的價錢便宜一點 我們台灣才剛剛拿到這個飛彈 那個價錢絕對比這個貴得多 所以我說今天對於這個俄羅斯的攻擊行動 烏克蘭我覺得六發中一 那是個失敗的事情 好 現在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普迪已經對暫時使用核子武器的那個規定 他已經有新的版本出來了 對 他相應的措施他現在馬上就做給你看 我有移動式的防空避難所 這叫Cup M的這樣的東西 你知道他能抵禦核生化攻擊48個小時 而且他可以接地下水 他要部署在動員區 冰凍的草原動員區 他要部署在那個地方 可以讓民眾大量疏散 簡單來講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加固型的貨櫃啦 加固型的貨櫃非常簡易 但是非常的專業 為什麼 因為他裡面的設施 一硬具權 可以一次讓54個人在裡面 待上48個小時 然後等到援軍來搭救 這個是你說 這個幾乎已經是暫時的裝備了 那已經開始要部署了 但是另外一面 所以竟然普丁還下令 為什麼 衛星照到了 美國衛星拍到了 五個地方不對勁 四個地方不對勁 哪四個地方不對勁 就是原來在冷戰時代要生產 主要的飛彈的五個地方 五個設施 五個設施 那五個設施現在又開始動了 為什麼 要開始整地 整地是要幹嘛 整地是要重新 在這個生產燃料跟引擎嗎 那都是供給飛彈用的 那俄國南部的羅斯托夫 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共和國 莫斯科跟聖彼得堡的郊外 還有俄國西部的皮姆 這幾個地方都是以前 我們研究的時候 就知道說這些都是 軍工廠的重鎮 那最近幹嘛動起來 動起來是要做什麼 動起來要再生產很多飛彈 是不是 我可以告訴各位 俄羅斯 俄羅斯在今年底已經準備要生產 總共400萬枚的爆彈 那在飛彈上面的話 大概有上千枚 今年 到今年底上千枚 扣除損耗的話 還是綽綽有餘 可以打你烏克蘭半年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看到這些數據顯示下來的話 我真的不太曉得說 到底 烏克蘭你能夠抵擋到幾十 而且最重要還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就是普丁已經升高他的核戰準備了 所以說如果美國在繼續供應 ATSMS這樣的飛彈的話 那不要怪普丁不客氣了 好這期我們要特別來關心這個川普都還沒有上台 接下來他的第二任期會不會對中國發動更強烈的敵意呢 我們來看到川普 雖然他還沒有正式上台 但是跟中國之間的博弈已經悄悄的展開來了 川普他承諾就任的第一天他要發動史上最規模 最規模最大的一場 這個是無鎮移民的驅逐行動 那來自於NBC的報導特別解釋說 首批要驅逐的目標就是這些已經 逸林的中國大陸的無鎮移民 那根據統計這些無鎮移民的人數已經不斷的在上升 從2022年當時的數字一直增加到2024年 這個從27000多人一口氣增加到了78000多人 在這個當中 那另外官方在台面上的部分同時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我們來看到是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中國的官員現在一直試圖要跟川普的政府的官員 建立一個比較良好的一個關係 但是來看到的是美國政要都普遍認為 中國官員跟他們會面的話是沒有任何建設性的 我們看到美中的這種冰冷的關係 現在直接也反應在經濟上面了 中國在今年第三季我們來看到他大賣了美債 總共賣出金額高達超過513億美元 這又反應了什麼呢 川普都還沒有上任就已經開始對中國產生強烈敵意 那麼第二任期的抗中只會比第一任還要更加激烈嗎 但是要抗中實施的各種措施真的又做得到嗎 光靠川普一個人 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提到了 中國現在大賣美國國債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給川普下個馬威嗎 還是為了避險 華乾哥如何解讀 你川普還沒有上任就已經告訴我們 要宣布國家緊急狀態 這是什麼狀態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要對付的是什麼 是移民 什麼移民 非法移民 其實我們今天來講 非法移民這件事情 對於美國而言 那個是50年來 那個沒有辦法卸下來的包袱 它非常的沉重 但是你也必須要接受 為什麼 因為美國從立國以來 200年來的信念 它就是民族大熔爐對不對 所以有各國的難民移民進來的時候 老實講一句 美國多少年來的國策 他們都是歡迎 如果說你沒有其他的政治目的的話 是會讓你進來的 那拜登也是一直延續著這樣的政策 所以就被川普罵了 他說我四年前沒有做的 我告訴你今年我一定要做 而且我現在就告訴你 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什麼叫緊急狀態 動用國民兵 動用國民兵 要把非法的入境的這些移民 給驅逐出境 其實坦白講一句 他現在所指的大部分 是屬於西班牙裔 為什麼 西域從墨西哥邊境入境的人數是最多的 但不要忘記 過去十年來 夾雜了許多中國籍的移民 這是事實 但是十年之後的今天已經不是這樣了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資料 現在會因為在大陸生活不下去 或是受到迫害 而非要這個逃難 從墨西哥邊境入境的 這種中國籍的移民已經少之又少 根本就已經絕跡了 那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川普他主要打擊目的是一個 他說我告訴你 十年前才兩萬七千多 這種非法移民 現在有七萬八 七萬八裡面有三萬 是逸林的中國青年 那意思是什麼意思 逸林中國青年 是18歲到25歲這一段時間的 就是可以當兵的青年 那這個當兵的青年在美國的境內 又是一個什麼道理 他說我告訴你 不要太天真 這些中國青年可能會在 我們的美國境內成為間諜 成為無形的一種力量 所以這些人其實對我們美國的國家安全 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 所以說他的意思 他還是針對著中國而來 打擊西裔非法移民 那只是一種幌子而已 那你說你今天真的這樣做的話 我跟你講 你真的只會讓美國更讓人嫌惡 為什麼 因為你準備要築高牆 對不對 他說這不是錢的問題 這不是錢的問題 這個是我的政策問題 我們本來就不應該讓這些有錢科 有犯罪紀錄的人 繼續待在美國下去 你知道這樣拆散了多少家庭 他說沒有關係 這些家庭本來就是應該潛送出去 不管是西班牙裔 不管是墨西哥裔 不管是中國裔 不管是波蘭裔 甚至還有蘇聯裔的人 有錢科被判刑 然後被起訴 通通要給我回去 而且他馬上就會執行 你知道嗎 亞裔現在也 聽了也是嚇一大跳 雖然不驚恐 但是他們會覺得說 如果川普真的做得到的話 那對於美國的這個國內 很大部分的勞力來源 也會產生問題 好我們看到川普逐高牆 把這個移民也算進來 甚至還扯到國安 除了在這一種移民的上面 我們看到他也針對經濟上 這次也會持續的逐高牆 就是對中課的60%的關稅 大家認為說這可能會對中國影響比較大 但是呢現在也有一個說法 可能對於美國來說影響更大 因為這是來自於中國國務院的研究員 丁一凡他做的警告 他認為說美國的軍工產業 是高度依賴中國零件的 所以川普這一課稅 其實對於美國來說 衝擊是比較大的 他認為在美國會出問題 那另外一位是川普的準國防部長 就是這位被選上的赫格瑟斯 這位前主播 他也警告 過去美國五角大廈的美中兵推 都是美國輸 那他點出美國現在自己內政的問題 包括在軍事採購系統跟官僚制度 取得裝備效率上 他覺得都太過落後了 而且他認為說 中國領袖都很有野心 要去達成目標 但是美國整天就是說 自己太忙了這樣子 我們來看到川普的國防部長 點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有辦法來做改變嗎 他在上任之後 有辦法來做改變嗎 另外就是這個 川普的對中的關稅 到底是美國傷害比較多 還是對中國傷害比較大 上次哥怎麼看 我覺得對於軍工業這件事情 跟未來川普政府之間的關係 非常值得觀察 怎麼說 就眼前 我看烏克蘭戰爭 拜登政府 大家現在都覺得 拜登你怎麼做這個事情 可是 以拜登現在的頭腦不清楚 我認為是有可能 而誰在推動 現在把烏克蘭戰爭的情勢升高 當然就是現在在華府內部 拜登政府背後的那些軍工業的螢武者 他現在就是 我們都知道先前有70億左右的部分 還有美元 原來4月現在提前到1月之前 要撥補 還把斯飛彈要給烏克蘭 等於現在有很多東西 你看這些都打飛彈的事情 因為你只要打掉就得補 我要講的部分就是說 我始終在覺得 這次烏克蘭眼前這個可怕之處 背後你很明顯感受到 雖然說是拜登同意 但背後你知道有東西在推動 國防部也好 包括整個軍工業在背後那個推動 微妙程度 所以我們來看接下來 我也要跟川普之間的關係 要知道川普過去在執政的時候 跟軍工業 他雖然怎麼主張槍支 可是你知道造槍支 那不叫軍工業啊 那個部分跟大的做飛彈的完全不同 川普跟軍工業 川普自己是商人 可以知道過去他沒有很緊密 可是川普今天在選舉當中 確實提到 他認為美軍必須要是全球最強大 這是MARGA當中來講 很重要的其中央就是美國軍力 所以川普還去學校軍工業 可是你又看到 無論過去華府內部的精英 國防部或軍工業當中 長久以來 這肯定是幾十年 我們都知道軍事採購 這個裡頭多髒 多黑 多臭 所以華府內部剛剛禁忌嗎 不可能 所以你看現在這個準國防部長 跟過去不太一樣 而且現在還有馬斯克 他要效率政府要來檢查 所有政府裡頭的避兵 因此後面川普會怎麼 在一方面建構美軍優秀的形勢之下 同時也還是要把整個 包括國防部在內的清乾淨 這個部分的微妙性 我認為後面等到執政之後 就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前提制 現在真的是烏克蘭戰爭 不要打到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對 好 我們也看到 這場關稅不僅影響到 美國對中國的關稅 不僅影響到中國 中歐關係在這場關稅之下 有沒有可能關係還反而變好 在川普當選之後 會不會就反而出現了這個轉機 尤其是他們 中國現在在討論的 就是電動車的這個關稅 委員如何看 我們簡單答就好 謝謝 我想當然了 就是現在的這個關稅談判 露出了一絲曙光 最主要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中國也採取了具體的動作 比如說中國 習近平宣示說要用開放的態度 所以代表這個科稅可能有轉還的空間 所以法國當然也痛到了 所以他才知道說 今天不是只有我單方面 對你中國大陸 我也會受到影響 那更不要提到說 當時當歐盟通過這樣的一個決議的時候 中國大陸馬上就宣布 針對歐洲進口的燃油車 科相當程度的關稅 百分之二十幾的關稅 對 那麼這些東西都會造成 歐洲的這個汽車行業很大的衝擊 特別是歐洲還是有一些高檔的汽車 在賣到中國大陸去 比如說像這個德國當然衝擊最大 比如說德國的雙B 德國的Voxwagen 都是在這個中國大陸有很龐大的市場的 所以如果一旦科百分之二十幾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反傾銷關稅的話 對他們的汽車行業會造成致命的衝擊 所以其實對德國來說 德國本來就是反對 那麼法國可能痛到了 他也重新要考慮說 他還要不要用這麼強硬的態度 因此當然這樣就會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爭取到了一些空間 但是對長遠來講 就是說歐洲的這些國家 如果夠聰明的話 他們應該知道 如果再讓他們現在的汽車行業 留在現在的這個地方 用現在的方法來生產 他們永遠不可能在電動車這個領域上 競爭過中國大陸的 他們如果想在電動車這個領域上 有所發展 唯一的一個辦法 就是讓他們的車業到中國大陸去設廠 藉著中國大陸的這個產業鏈 藉著中國大陸的電池技術 讓他們的汽車業可以快速的轉型 在這一點上 馬斯克相對來說 所以我都比這些人聰明多了 好 謝謝委員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是來自於烏克蘭的官方 與國家警察局這邊特別顯示的資料 俄羅斯他對黑海的奧德薩港 持續發動飛彈攻擊 一共是造成10人死亡 跟44個人受傷 這是最新消息 另外我們也持續看到的是在烏克蘭 西方持續的加大 對烏克蘭的各種武器 今天我們要特別來看看這幾款武器 能對烏克蘭的戰力有多大的提升 首先是來自於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總統拜登批准向烏克蘭提供的這一款武器 叫做反步兵地雷 是加強烏軍 他可以做更好的一個防禦力 另外一款武器是捷克製的 這個叫做底塔輪式自走流炮彈 火炮規格適用在北約型的這一款炮彈 我們請華幹哥來幫我們看這一款 來自於德國的輪式流炮 有了它之後可以提升多大的戰力 來對抗俄羅斯嗎 我們先看那個黑海的奧德薩 這是非常重要 烏克蘭的領海城市被俄羅斯的飛彈攻擊 死死四十四傷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災難 對於烏克蘭來講 因為它包括住宅區啊 公寓啊大學啊行政大樓 它都中彈了 而且死亡的大部分都是警察 然後警察還有少數平民啊 那那個但是前天俄羅斯也襲擊了 那個蘇梅州的那個烏克蘭目標 也打死了十一個人 那現在你看到這個情況下來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那究竟美國它現在還要再怎麼治癒烏克蘭 在拜登下台前兩個月 他提供了一種東西叫做反步兵地雷 反步兵地雷其實說句實話 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的技術 最好的就是美國 它的地雷分成大概有十種地雷 包括要賣給我們台灣的火山步雷 火山那種就是物屬在海灘的那種地雷 所以它如果今天大量部署這種地雷的話 這是不道德的武器 它準備要殺傷俄羅斯步兵的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經由荷蘭向捷克購買 這種武器我要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下 叫做捷克製造的DITA八輪自走炮 DITA這種自走炮 我講一句實在話 對於俄羅斯前線的話 是有很大的影響跟威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自走炮 我們台灣已經買到了 快要進來了 那這個自走炮 在烏克蘭的士兵的他們的評價裡面 非常的高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八輪自走炮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特性 它其實我跟你講 它其實很大一台 但是裡面很寬敞 就不太像二式武器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看到就是說 很多那個用過二式武器的人都說 俄羅斯的自走炮跟那個火炮 你人在裡面 就等於躺在那邊一樣 然後不能動 然後也不能彎腰 但是這個Dita Dita它其實已經有30年了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在準確度 它的炮彈的準確度高 而且你知道嗎 它可以馬上離開現場 也就是說打了就跑 打帶跑 統統可以做 它打完了馬上離開陣地 你根本打不到它 它就類似像德國的PZ2000自走炮一樣 那麼先進 它一次它就可以騎射 它在五分鐘之內打完它的炮彈 跑 你根本找不到它 所以Dita這種自走炮 對於烏克蘭本身的士兵來講的話 有非常崇高的評價 那我們因為蔡英文總統 他其實去年他們才剛剛 今年去了捷克 那去年還接見了捷克的訪問團 所以說其實我們也可以得到 像這樣子的火炮 那對於提升我們非常落後的炮兵 有很大的幫助 那但是對於烏克蘭來講 它是如虎天意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部隊 要特別注意Dita這種自走炮 好所以接下來可能在這個 俄戰場上會看到各種新型的武器 會持續的在投入 現在從戰爭到現在 其實已經滿一千天了 打了很久 但是我們來看看烏克蘭到底 有沒有達成一開始它原本 戰爭它的訴求 其實它就是希望加入北約了 我們先來看到 這個開戰以來 現在看到烏克蘭的人口部分 先是減少了一千萬人 那法國的這一位前總統歐蘭德 他說呢 普丁正在準備的是烏克蘭的投降 這將讓烏克蘭人是難以忍受的 同時他也說這對歐洲來說 根本是一種侮辱啊 另外在這一次的G20的峰會期間 土耳其正式提出了和平計劃 竟然是說希望烏克蘭十年內 不能加入北約來換停火 那另外一方面 中國的外長王毅 則是在巴西跟俄羅斯的外長 拉夫羅夫會面了 王毅他特別強調 中俄之間的這種友好關係 他還特別提到說 明年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的80週年了 所以說我們中俄要共同辦好 這一次的紀念活動 來捍衛二戰的成功勝利 那澤倫斯基他也同樣在國際上喊話 他呼籲國際社會 不要害怕對俄羅斯做更多的制裁 他同時也說 明年可以達成和平 這真的有可能嗎 我們看到戰爭打了半天 現在這個土耳其又突然間說 烏克蘭不可以加入北約 那到底一開始到底在打什麼 那這時候北京又跳出來說話了 有什麼特別值得關注的焦點嗎 委員怎麼看 澤倫斯基希望明年能夠達成和平 我認為根本就是鬼話連篇 澤倫斯基已經是公信力蕩然無存的一個 這個國家領導人了 那麼今天就在這個時刻 美國剛剛關閉了他們在烏克蘭的大使館 在基辅的大使館 同時美國鄭重市井 可以在基辅所有的美國僑民 說就在今天11月20號 這個基辅將會發生重大的空襲事件 所以希望他們要注意好他們自己的安全 就基辅過去被俄羅斯空襲過很多次 但是美國很少關閉他在烏克蘭的大使館 但是這一次美國關閉了 那這到底代表什麼 這代表的是美國知道 基辅極有可能要面對來自於 俄羅斯的報復的怒火 所以就如同我剛才講的 今天好處是美國拿了 拜登拿走了 可是所有的後果 我卻要讓烏克蘭的人民來承受 今天如果真的就是一枚戰術核武炸在基辅 那對基辅的人民來說 他是何其無辜 烏克蘭的人民到現在已經少了上千萬人了 就是因為為了滿足拜登的計謀 滿足澤倫斯基的野心 烏克蘭跟俄羅斯 這兩個國家莫名其妙地打了兩年 打了兩年之後 這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生命 就這樣在戰場上消失掉了 剛才施敏說 打了兩年有沒有加入北約 沒有加入北約啊 一點都沒有加入北約 加入北約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恐怕就是一個假議題 那既然是一個假議題 我好奇的是 拜登那個時候你幹什麼 要去鼓勵澤倫斯基呢 或者是你澤倫斯基 你是腦袋燒壞了嗎 你難道不知道這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有什麼必要在那個時刻 去應拜登這樣的鼓舞 然後去採取這樣的行動呢 各位如果仔細看一下 在過去歐洲的這段期間 歐洲過去出了幾個相當了不起傑出的政治人物 比如說德國的梅克爾 比如說英國的薩庫吉 他們當時就是為了要避免爆發俄烏戰爭 對 所以他們不斷地穿梭在這個歐洲和俄羅斯之間 不斷地在對莫斯科保證 絕對不會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所以這個莫斯科不需要動武 包含像辛明斯克協議 也是這兩個人一手推動促成的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歐洲有頭腦有遠見的領導人都知道 只要讓烏克蘭加入北約就是災難 否則你以為梅克爾閒著沒事幹嗎 在大家要現任前了 他還不忘這件事 還要再次跑到莫斯科 再次把這件事情來做一次溝通跟化解 所以土耳其今天提的東西 其實是歐洲在過去這十幾年來 有遠見的領袖大家共同的看法 就是凍結烏克蘭加入北約 讓烏克蘭成為一個中立地帶 這也是普丁原本很卑微的要求 所以今天是北約把你的部隊把你的影響力 把你的設備推到了歐洲 這個推到了俄羅斯的邊境 所以你才逼著俄羅斯 逼著他必須要發動戰爭 捍衛他自己的國家安全 所以其實坦白講 這個雖然我對埃爾多安這個 很充滿爭議的政治路過去沒什麼好感 但是我必須說土耳其的埃爾多安 在最近的兩件事情上 他真的是表達了絕對足夠的政治正確了 第一個是以哈戰爭 他幾乎是全世界第一個跳出來跟以色列斷交 而且斷絕所有經貿關係的國家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這個俄烏戰爭上 他從頭到尾 他的論述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他都是希望 好那就維持現狀開始停戰 烏克蘭不要加入北約 其實這些事情非常的清楚簡單明白 俄烏要停戰的答案也很明了的擺在桌上了 只是我很好奇的是拜登也好 澤倫斯基也好 還有歐洲這些250的政治領袖 難道你們沒有看清楚嗎 為什麼有什麼必要還要繼續在這個戰爭的泥鬧裡頭 繼續的犧牲人命 變成一個人肉這個攪拌機在裡頭呢 那你說北京在這個時候為什麼要出來講話 我覺得其實北京現在面臨到外界的一些挑戰 就是北京認為說第一 這個在俄烏戰爭的過程當中 北京到底是站在哪一邊的 這是西方國家現在還正在積極的調查 說北京有沒有秘密的提供無人機給俄羅斯 可是另外一方面 這個國際政治的學者又在評估說 因為川普當選之後 川普極有可能拉攏俄羅斯 來列解中俄之間的結盟 拉攏了俄羅斯專心對付中國 所以當時這個大家就開始懷疑說 中俄之間的結盟的態勢 在川普當選之後是不是還能夠這麼的堅固 那麼我覺得王毅在這個時候跳出來的發言 就是明白的告訴全世界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是背靠背的關係 是上不封頂的結盟關係 不會因為任何的理由而改變他們的立場 好我們看到這場戰爭 確實涉及的人非常多 有很多的政客在裡面搞鬼 那犧牲的都是俄烏自己的士兵 而且這場戰爭也同時讓這個美俄之間的關係破裂 不過隨著川普即將要回來入主白宮 有沒有可能讓這個關係稍微回歸正常 甚至呢 美俄現在有一個說法 是不是可能聯合起來來對抗中國 我們也要持續來看 這是來自於這個塔斯社的報導 克公說俄羅斯已經準備好 要跟美國恢復正常的關係了 但是呢他也特別強調 不會獨自的跳探狗 也就是說美國還是要做一些動作的 再來看到的是現在也克公發言人 正式的證實普丁接下來會訪問印度 所以我們要來看到接下來的美俄的關係 有沒有可能聯合抗中 那為什麼這時候又要訪問印度呢 桑子哥如何看 我想在現在接下來 川普拜登要卸任了 川普要上任 在這個短短的 雖然兩個月的 而且他跟美國要進行交接 但某方來講 他確實一個權力價值意志的 過去來講應該是個真空 或者是一個陰陽交錯階段 只沒講說拜登現在竟然還在發動烏克蘭戰爭 所以在這個國際 以美國為主的權力開始要轉換 你也可以說真空的時候 你就知道像類似印度這樣的人 就蠻厲害的 就他們這裡要重新定義 你要知道美國現在如果整個國家意志 在國際佈局當中的定義完全不同的時候 每一個國家相對於美國關係 每一個國家跟彼此其他國家的相對關係 都要重新定義 所以你就會看到現在普丁已經開始有動作了 那麼幾個部分的大國 剛剛前面也講了 包括中俄的外長自己也見面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印度 每到這種關鍵時刻就要跳出來 所以我們要看看印度接下來 你不要小看喔 我覺得印度也是個微妙的指標 要知道烏克蘭戰爭期間全世界一亂 印度的那個非常鮮明跟很狡猾 你可以這樣講 的部分的這種外交手段當中 體現了淋漓盡致 那麼每一個人都在尋找定義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 包括延續剛剛大天所提到的 現在全世界其實蠻大關注的 因為影響最大就是美俄關係 但到目前為止 包括克里姆林宮方面 俄羅斯的媒體也表達說 克里姆林宮正在準備 美俄關係恢復正常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從普丁 俄羅斯的部分的角度 川普現在就要上任去 美俄關係可以有所調整的 可是你說調整到真的是 美俄聯合來對抗中國 我覺得不可能 首先第一個部分 各位不要忘了 現在俄羅斯可是他的黃金 他的國家的儲備扣在美國 被美國扣住的多少錢 然後升起的利息 拿美國拿這個利息來付 變成是支付烏克蘭戰爭 給烏克蘭先生的錢 也就是說現在你要和平關鍵 先把我扣在你的資產拿回來 還給我 我認為現在俄羅斯 即使要跟美國川普正常化 他要把在這一次戰爭當中 被美國制裁的這個非常驚人的經驗 你要開始把一些 這都是國利亞 否則現前盧布跟最後的 俄羅斯的儲備當中 受到巨大的影響 所以對比來說 跟中國呢 俄羅斯跟中國不只是 現在在這次烏克蘭戰爭當中 大家被靠背這麼緊密 也不要忘了 除了剛剛講法西斯明年80年 人家什麼 金磚 中俄 人家南方國家 中俄 人家上河會議 你能想像現在有多少 包括金融組織非美國的 包括現在各方面的整合 這都是中國俄羅斯聯手搭建起來的 怎麼可能為了一個美國 或為了一個川普改變 而且要最確定 對於俄羅斯來說 中國這麼長久以來的國家政策 這麼穩定 而現在美國 過去我們認為應該是最穩定的 現在完全就是一下冷一下熱一下冷 這麼樣的部分的擺盪 而川普就這樣的性格 普丁是老KGB 普丁根本不是笨蛋 如果是個菜鳥可能 所以現在我反而覺得 不是川普要怎麼弄俄羅斯 我始終都會覺得主題是 普丁會怎麼弄川普 大家應該要看清楚 主客的這個部分的角色吧 謝謝上次哥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最近我們來產業燒起比比美中的這一場科技大戰 先從手機來看到 華為11月18日這一天正式的突然間是宣布了 Mate 70從當天的12點08分開始正式的可以做預定了 那其實一開放預定之後這個成績爆表 我們來看到短短兩個小時就已經有100萬人訂閱 而且到當天晚上的8點已經看人數破到了180萬人做訂閱了 如果按照網傳的這個價格說8000人民幣一支來做計算的話 就等於說總銷售額可以超過144億元的這個驚人成績 蘋果的方面呢蘋果也有新動作 明年預計要發布的是它的iPhone17系列 採用的是台積電最新的它的晶片技術 那iPhone17它的Air這個號稱就是它要推出的這一台 厚度現在看起來畫面上只有6公里是史上最薄的手機 港媒做的報導由於現在電池開發還有一些些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iPhone17 Air正在面臨接下來 可能會有開發失敗的一個風險 這是iPhone要面臨的 好 華為Mate 70搶先推出了準備迎戰的是iPhone17 有哪些是Mate 70的新功能能夠幫助華為爭取到現在 在競爭激烈的藍海中如何殺出一片突圍 華幹哥 其實我想中國網民他們就在講 就是說這個以前的華為的手機 有一點缺心少魂 心是哪個心 就是炒字頭芯片的心 但是呢 這一次不太一樣了 為什麼 華為Mate 70被宣稱為史上最強的華為手機 它在18號的時候 它正式公佈銷售 然後它一開始開賣就一路衝天 現在它很可能會達到150億左右的銷售 那非常驚人耶 就看它多久時間可以達到 有點像那個什麼黑神話悟空 也是你根本不曉得說它四天就可以 就可以破了那個沒有人能夠打破的紀錄 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它採用的是新一代的麒麟晶片 還有它很可能會搭載最新的純血鴻蒙系統 作為真正的它的核心技術 所以它現在一上市就成為iPhone16的強勁對手 其實它的潛在的對象是iPhone17 因為iPhone17已經面臨的一些難關 不能夠突破了 好 那你現在仔細看 你說它到底有什麼最新的技術 它到底有什麼比別人好的優點 很簡單 它採取那個三個攝像頭 那個三個攝像頭真的會吸引很多很多年輕的族群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的右下它是一個可變光圈的主攝像頭 然後它的左下是一個超廣角的鏡頭 然後它還有一個它的左上是什麼 它是潛望式的長焦鏡頭 這代表說你在各種角度或者各種需求底下 都可以滿足你的要求 在這種優勢上面我跟你講不僅如此 它還有6.69英寸的螢幕 然後1.5K的直式的屏幕 然後還有指紋解鎖 指紋解鎖 這麼先進的 還有無線充電 還有它有商用規格的防塵 防塵與防水的功能等等 講到這邊的話你就會覺得說 那好像比前一代的那個都進步了很多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要看事實上是真的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進步跟安卓作業系統 從此以後就分家了 我不要跟安卓在一起了你知道嗎 這很值得我們去觀察 那我是覺得說真的 我們這個華為Mate 70 它一上市 它一定會成為iPhone的勁敵 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一邊是Mate 70 一邊是iPhone 17 Air 雖然它有一些說是電池上的問題 但它使用的確實還是台積電最先進的晶片 美中這一場手機大戰 上次哥要怎麼看 我特別要注意像電池這個部分 我想電池很簡單 都集中在亞洲又中日韓三國 現在我們在關注電池有兩個大領域 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動力電池 電動車為需求的電池 我們現在講營業量 營銷量大概最高是這裡頭 這裡頭是這樣子 都眾所皆知寧德時代第一名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LG是第二名 韓國LG 第三名比亞地 第四名日本松下 我想大概是這樣 另外不要忘了還有手機電池 手機電池現在小小的 可是它的量體 還有它特別的安全技術很重要 這一頭你不要忘了 第一名是日本 TDK 記得嗎 以前的錄音帶還有沒有等等 它的一個子公司 在香港子公司ATL 是全世界的第一名 第二個部分其實就是三星 再來比亞DLG 所以你看到其實大家都 中日韓在大混戰 但我們眼前來看 毫無疑問的是 最新鮮在固態電池 無論未來手機上的固態電池 或動力電池車用的部分 現在固態電池技術當然是 寧德時代遙遙領先 但是我始終強調 大家一定要注意日本 日本是這樣子 現在電池能夠中日韓這些 那麼多廠牌 那麼唱秋 那麼樣囂張 主要原因是Sony Sony早年在2016年底 把整個電池產業 因為鋰電池 從1990年代 就是Sony在開發 當時Sony如果沒有把電池賣掉 2016年 現在Sony已經賺到人牙馬番 可是當時它的CEO沒有眼光 把電池賣掉 然後那麼多專家灑到哪裡 被韓國吃掉了 被寧德時代請過去了 包括台灣的利凱集團也找來了 因此接下來 現在日本在產業當中 要恢復固態電池的優勢 最近日本宣布了很多厲害的固態電池 而且日本還有包括豐田汽車 汽車產業在支渠 接下來要注意的部分就是 日本能不能回過頭來 而改變了現在由中國 跟韓國領先的國際地位 好 所以我們一邊 在手機的美中大戰之中 比較電池之外 也比這個外觀甚至實用性 當然我們也會來比的是晶片 等一下請委員持續來幫我們看 因為華為它現在正在研發的是兩款 它的叫做升騰處理器 那大家知道嘛 美中的競爭之下 現在美國的科技制裁 就是不讓華為 去可以購買艾斯莫爾 它的最先進的極子外光機 所以說等於是說 現在在兩款研發的這兩款處理器 都是只能使用7奈米 甚至在2026年前之前 都還是只能使用7奈米 這樣子的技術 那中國呢就趕快來求突圍了 現在很多的科技大廠也在想辦法 首先是幾家公司 它都在挖美國人才 包括阿里巴巴自己的跳動 跟美團這幾家公司 另外就是中國的 這一些記憶體大廠也 開始來做價格戰 包括長新存儲跟福建進華等等 包括了在價格上面 也會做更積極的一個減免等等 好我們來看到剛剛提到的 華為在7奈米的停滯 真的會因為美國的制裁 會一直到2026嗎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華為又要怎麼樣求突圍 委員怎麼看 對 當然啦 就是說中國大陸面對了 來自於美國的這個科技圍堵 在短時間之內 一定會承受某種程度的壓力 但是講的直白一點 如果我們只講華為的手機的話 7奈米就夠了 就手機的關鍵 不是只有先進製程的晶片而已 就對手機產業來講 它有很多其他的條件要考慮 包含像剛才上次跟我講的電池 你說這個iPhone 能夠找到再小的這個晶片 你電池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你的開發一定會面臨到阻礙的 那反而你說對手機行業來說 晶片到7奈米已經到了某種程度 到了幾 它不需要再更小的 所以如果再以手機來做考量 我認為對華為來說 就算停止兩年也不算什麼 不至於會影響到它整個這個產業的發展 更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 現在中國大陸在做手機 它已經不再做普通的手機了 現在中國大陸全部都在投入AI的智能手機了 這是中國大陸接下來 要跟西方的這些手機業競爭的關鍵因素了 就你現在只是個手機 可是我現在有AI 我把AI大量的應用在我的手機裡頭 而華為就是中國大陸在AI發展裡頭的這個領頭羊的這個角色 所以剛才施明講說 為什麼現在看到很多中國大廠全面都在矽谷高薪的挖美國的人才 你仔細看一下它在挖什麼人才 它在挖AI的人才 因為美國現在的AI面臨了科技產業的泡沫 很多的AI公司被收購 就被大量的裁員 而這些AI的研究的人才 剛好此時此刻是中國大陸高薪挖腳的對象 把這些人挖到了中國大陸來之後 接下來在中國大陸的各行各業各個領域上的AI應用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你說對華為來講 它接下來要走的下一代的手機 已經不是比說你是三折還是我是四折 我還是對折 已經不是這個重點了 也不是比說你的手機有多薄有多小 而是要去比說這個手機有多麼的強大 這才是重點 那而這個強大的重點關鍵在哪裡 就在於這個手機它的AI的技術 到底能夠拿到什麼樣的數目 所以未來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華為要推出來的手機